據報內地最大網約車公司滴滴出行 考慮放棄數據控制權以釋除中國監管當局的疑慮 滴滴出行否認 路透社報導滴滴出行正是和國有信息安全公司 衛視通初商 由對方監督和管理儲存在國內的數據 彭博就報導中國監管當局對滴滴出行 正是考慮多個懲罰方案 包括罰款、暫停部分業務 或者引入國營投資者 取代日本、軟銀集團和美國的Uber 成為滴滴出行最大股東 滴滴出行早前在美國上市之後 被內地監管當局指控 違法收集個人訊息 下令程式下架